今天给各位中老年朋友分享一位同龄退休人写给儿子的信 十分的真情流露,深深触动了很多人 也写出了很多退休人心里最真实的感受 现在一起来看看 这封信里也包含了中老年朋友面对儿女的最合适的做法 让自己舒舒服服,安度晚年 也能让子女开心,家庭更和睦 接下来请看,结婚后,你不再是我的儿子 这个刻薄的婆婆震惊无数退休人 亲爱的儿子,突然给你写信一定很意外吧 说实话,妈妈突然冒出想给你写信的想法也很惊讶 但是有些话我只能在书信里面跟你说 前几天,你与儿媳的争吵 妈妈在门外都听见了 你不要责怪你的媳妇,也不要怪她不孝顺 虽然她与你一样都叫我妈妈 但我毕竟不是她的母亲 你可以在我面前随意一点 她却是不敢的 今天是你们结婚的第七天 妈妈过来照顾你们新婚小两口 看看你们的新房 已经来了一周了 明天就准备回去了 你爸抱了重庆三峡游轮的西洋旅行团 过两天就要发团了 我们趁着自己还能走动 准备拿自己的退休金 去看看这个世界 旅游前 妈妈有三句话想对你说 第一句 结婚之后 我和你不再是一家人 儿子 读到这里 不要惊讶 说这句话 并非是要离你而去 你在妈妈心中 永远是那个每晚都赖在床边 缠着我讲故事的小可爱 妈妈说的这个家 是指作为一个小小单位的 独立的家 你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和你的妻子就是一家人 我和你爸爸是一家人 这样说挺残酷的 妈妈一开始想到以后 不能每天都来看你 心里就空落落的 还在你十二岁那年 我们一家子去内蒙古旅游 在牧民家里 目睹的羊妈妈 俘虏小羊吗 你兴奋地想要摸小羊 却被互毒的羊妈妈 撞得翻了个跟头 曾经 我们母子俩 也像羊妈妈 与小羊那样亲密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小羊长大后 羊妈妈便会逐渐离开小羊 这样 她才能学会独立觅食 在游牧民族的迁徙中 存活下来 你今年已经二十八岁 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了 妈妈甚至要踮起脚 才能够到你的头 但妈妈不得不像羊妈妈 离开小羊那样 逐渐退出你的生活 因为如果妈妈 继续作为一个家人 插入你的这个小家庭 对你 对你媳妇 对我都不好 妈妈看过这样一个新闻 儿子结婚后 婆婆半夜 依然跑到儿子房间 帮她盖被子 媳妇吓得不轻 差点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这样的婆婆 就是操心太多了 母亲要是真的为了孩子好 就一定要学会 在孩子的生活里面 体贴地推出 不愿意放手的母亲 与其说 她们是爱孩子 不如说 她们想对孩子的生活 继续进行掌控 儿子 要做到 从你的生活中退出 真的很难很难 但妈妈 已经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 会把自己的晚年 过得尽量精彩 如果你想妈妈了 我会来你家串门 小住一段时日 每天给你做 你最喜欢的豆腐蒸肉 但儿子 请你千万记住 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我只是过来暂住 你和你的妻子 才是一家人 二 第二句 结婚之后 爱你的孩子之前 请先爱你的妻子 当年妈妈生下你后 你父亲高兴得 几宿睡不着 你刚生下来是很丑 小脸皱巴巴的 眼睛都睁不开 但看着你 我们就像看见了 世界上最漂亮的珍宝 第一次当妈妈 才知道带孩子有多累 那时候啊 你爸爸白天要上班 妈妈得给你洗衣服 洗尿布 做饭 洗刷餐具奶瓶 整天忙得就像打仗 但看着你 我就觉得日子 无比地充实 将来你们有了孩子 你媳妇一定会把 更多的精力 放在孩子身上 但孩子真的很累 必要时 妈妈也会过去帮把手 但你一定要记住 不要因为自己上班 或者什么就不管了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父亲是必不可少的夜环 妈妈希望你和妻子一起 去带孩子 哪怕上班再累 能在下班的时候抱抱孩子 和孩子说说话 就已经够了 有了孩子之后 你们会很容易把注意力 全部放在孩子身上 但是妈妈还要说 请不要忘记爱你的妻子 一个被爱着的女人 和别的女人是不一样的 她的心情会愉悦 她的笑容会舒爽 她会更爱这个家 更爱自己的家人 一个好的家庭 一定是爸爸爱妈妈 爸爸妈妈一起爱孩子 夫妻关系 要凌驾在一切关系之上 对于孩子来说 看到父母相爱 在一个好的原生家庭长大 没有争吵 在这样耳濡目染的环境中 孩子也能学会如何去爱 如何去表达爱 最近有一句话很好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妈妈希望你不要忘记 你就是孩子以后的原生家庭 三 第三句话 结婚之后 妻子才是你最重要的家人 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 在一所大学里 教授对学生们说 请在黑板上写上 对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十个人 孩子们写下了他的朋友 亲人与同学的名字 教授说 如果你的生命里只能容下九个人 请你划掉一个你认为最不重要的 于是 学生划掉了他同学的名字 教授又说 请你再划掉一个 学生又划掉了他的朋友 可每划掉一个人 都会感觉无比惋惜 最后 黑板上只剩下了四个人 分别是学生的父母 妻子和孩子 教授平静地说 请你再划掉一个 学生犹豫再三 有的学生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他们最后 依依不舍地划掉了自己父亲的名字 请留下一个 你认为最重要的人 学生最后崩溃大哭 划掉了他的母亲与孩子 只留下了自己的伴侣 父母是生你养你的人 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 而伴侣可以再找 而为什么 你留下的反而是你的伴侣呢 教授问道 因为我的父母会先往而去 而我的孩子长大了 也会离开我 能真正陪伴我走过一生的 只有我的妻子 学生的回答 也是妈妈想对你说的话 人生就是不断失去的过程 最重要的人 都会先后离你而去 所以 你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 妈妈已经快六十岁了 总有一天 我会老得走不动 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离你而去 你的孩子将来也会找自己的伴侣 过上自己的生活 就像你现在离开妈妈身边一样 只有你的妻子 才能陪着你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她才是你最重要的那个人 所以 你一定要比爱妈妈更爱自己的妻子 把她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 彼此扶持 相互争爱 儿子 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少抽点烟 按时睡觉 母子之间是一场深厚的缘分 我不用你替我睁脸 只要你幸福快乐就够了 虽然从此之后 聚少离多 但妈妈没有走得太远 我会一直在一个你够得着的地方 看着你 祝福你 世间有一种爱 一生一世不求回报 那就是母爱 按个赞吧 愿天下的母亲健康长寿 一生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